十大枪劫要犯黄竹旺 民国八十二年 他只是手下开着一辆大货车 像是电影情节般 冲撞有恩怨的天道蒙不倒会会长 谢通运的兵士坐车 在用冲锋枪扫射 这是台湾第一件计划性居杀 后来黄竹旺又记录了彰化方院农会选举 只因为支持对象不同 硬把对方的支持者抓到了身上去活埋 手段相当的凶残 道上称黄竹旺是贵贱仇 仿佛电影情节 砰一声巨响 卡车从远处加速冲了过来 从退热的侧面撞击 角度早就算好 这台兵士车一路被推进了路旁水沟 动弹不得 这不是意外 是经过设计的预谋杀人 因为卡车后面在的根本不是米 是七八名持枪强废 连续枪响 瞄准的是后座花生山男子 绰号阿不斗 天道蒙不倒会会长谢通运 就算人早被车祸撞昏 毫无反抗能力 但歹徒要置他于死 近距离扫射39枪 谢通运当场死亡 他来训练 他就躲在货车后面 然后其实他们把他 要撞离开这个路的时候 他们也蒙不过 就有经过训练 用卡车把他撞到水沟里面去 然后就把门打开 用那个腹枪打 把他打的脑枪都变出来 究竟是谁这么凶狠 幕后主使者是他 黄主旺 江湖人称鬼剑仇 台湾第一剑的 用那种有计划线的 把一个对手 就枪杀在这个田梗间 那种是有计划的 像那种电影情节的那种 独杀 什么原因引发这场杀击 为的是一次禁酒纠纷 鬼剑仇黄主旺 有个小弟叫谢会员 某次的宴会场合 他遇到死者 天道蒙会长谢通运 双方虽然不同阵营 但礼貌性上前 结果 不但不给他面子 甚至于还拿了酒杯 不给他进酒 甚至于拿了酒杯 啵他身上一波 伤害一巴掌 为了一巴掌替小弟出气 黄主旺找来卡车 事先模拟 算好时间 对系统运坐车 冲撞扫射 但警方没有搜集到 直接证据定他的罪 只能眼睁睁 看黄主旺逍遥法外 黄主旺是一个传统兄弟 那我们所谓传统兄弟 叫老流氓啊 他是拿人钱才是 一定要与人孝战 简单说他答应人家了 也拿人家钱了 而当有人来挡财路也好 断这个选举路也好 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从此黄主旺的凶狠 传遍大街小巷 民国八十六年 彰化方院农会总干事选举 黄主旺支持了人选 看另一派候选人当街冲突 他到场声援 然后开了两部车到现场来 然后两部 他们就来到现场就先开枪了 听到枪声 人群自散 黄主旺却没有因此罢休 他追上前 当众掳走竞选对手的外申 举杀这个卸通人这个案子 所以他那时候已经是背负了 身上背负了人命了 他根本没有不在乎说 可能会多一条人命 所以他才公然的敢在街上开枪 然后掳走对方的支持者 使人命如草芥 黄主旺把没有恩怨的被害人 押到一处废弃的肥料工厂 人把他带那边以后就补打他 第二天他们就把他找上 就把他带到身上去 把他伸上去 然后用鸣绳 然后勒笔 然后眼睛还用那个胶带捆绑 被害人被淋虐 奄奄一袭 黄主旺还不罢手 他已经被勒纷了以后 还用两样这样抓着 抓着那个裤带这样的脱 脱在脱着 就像脱着那个人这样脱到那个 不是在地方勒纷就直接埋 而是还在脱了一个段 对 所以他手段是 真的是人血 冷血的把人埋进土堆 家属找不到人到彰化县政府陈勤 案发后72天 黄主旺其中一名同伙落网 才攻出被害人早就死了 我不晓得啊 都是黄主旺指使的啊 再加一个 就是他指使的 那有几个人一起杀一趟 四个啊 这后还是买水 买 买的时候还没洗 买 买 买啦 这这后油还进来了 热的时候还没洗 这就火买了 这就火买就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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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尸的结果是 看他嘴巴里面还有土嘛 就是表示说 我们如果人死了以后 你埋进去的时候 你嘴巴里面不会再去吸到土 那就是说你被活埋以后 你醒过来了 那你想挣扎呼吸 那呼吸的时候你嘴巴才会打开来 才会挣扎 那挣扎的时候就会吃到土 把被害人淋虐后活埋 冷血的黄主旺竟然若无其事地 躲在中国小姐女友的租屋处 警方攻坚时候 他还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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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着粗狂眼镜 眼神里还是杀气 黄主往逃亡期间担心被认出来 刻意把卷法离成三分头 留胡子戴眼镜 想着过了这风头 他要再回到江湖 随身戴着两把枪和一件防弹背心 好像这样才有安全感 我告诉你 要不然把你本人认识 判断 一年来 改革政府 落网时还调侃警方 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是个文盲 但黄主往口才很好 女友还是中国小姐第五名的叙述真 他大致不认识 写个我要杀你 他也看不懂 但是在江湖道上 却他是以老爬七 喜欢我会交你朋友出口 口若鞋 跟他交往的时候他不知道黄主 他以为他是出手大方的一个大哥 前一年那时候警政署发布 他有看到 他确实知道说 他有看到那个 他的男朋友是警政署的那个 枪击药药的茶几专刊 他有看到 对啊 可是他说他也很无奈 没办法 那时候已经跟他在 即使无奈 旭初贞还是付出感情 甚至替黄主旺生了个儿子 黄主旺只有在亲情团聚的时候 才流露出温柔 只是他忘了 被他杀害的人 也有小孩 有家庭 人称鬼剑仇的黄主旺 一度想用六百万百贫死者家属 但法官不为所动 他残忍杀人的行径 付出的代价是 死刑定业 无法跟儿子再想天伦 从民国87年到现在 已经关了15年 还在死牢里